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保联球运动员胡兆康 马拉松我还没跑过 但是说回马拉松的东西 可能是我中学的时候 试过玩越野跑 试过跑整个水堂 大概是8K 你说最辛苦跑长跑的地方 我觉得是 最初反而你没那么辛苦 因为你的体力各方面都很充足 但是到中段的时候 其实你的体力开始透支的时候 你其实会很辛苦 其实自己在那段时间做些什么 就是希望自己和自己说 就是我自己做到的 香港马拉松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香港的盛事 因为我其实住在东涌 我自己经常开车 但是你说我跑 真的没跑过 我如果有机会参加的话 我一定会参加 其实我觉得最欣赏 是你尾段的时间 因为看到大家的运动员 都是体力去到一个很低的位置 但是参加冲线的时候 他们会揭尽自己的能力 用到自己的最后一分力去冲线 所以其实可能赢是只有一个 但是我觉得是 以一个运动员的精神来说 其实是值得去看这件事 2月8日香港马拉松 记住参加